你怎么能够在哪儿 站长 站长 郑贤 那个安淑叶计划怎么还没动进呢 报告 站长 一切都还在准备中 什么准备 那你准备到什么时候 我听小舟说 你的精力挺集中啊 据说前一阵子 你在一个共党负责人身上 花了不少心思 怎么样 有成效吗 站长 一切都还在进行中 所以 我看 咱们还是以安淑叶计划为重了 是 柳芳 你到风雷镇干什么去了 我 你先出去吧 是 怎么样啊 体温很高 浑身虚寒 脉搏也极不稳定 情况很不好 我看 赶紧送到医院去做一个系统检查吧 就没有什么别的应急的法子吗 他都这样了哪经得起折腾啊 这 那就只能先打点盐水了 医院还有谁 哪个大夫在 都来 都让他们给我来 不行 我马上去 能找到修秦的师父吗 我看过秦了 如果能找到 比较好的卓芹师父 或许可以把底墓换一下 可是现在到处都在打仗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师父 找 我派人去找 不管费多少功夫 花多少钱 都得给我找着 我派人去给你找啊 喂 正贤 我跟你说啊 你跟你老婆的事 给我彻底结束 以后我再听到了 你为你老婆的事分心 哪怕是一天 一个时辰 就是一个念头 我也会立即把你撤掉 明白吗 站长 你这都是听谁说的呀 你还敢狡辩 那个刘芳 为什么进军统 我不是不知道啊 不过我跟你说啊 我们西安站 不是你家的后院田井 明白吗 我这个人哪 就恨假宫祭祀 好 话就说到这儿吧 你好自为之吧 站长 政仙 你要明白 我这些事都是为你好 是 不过这件事也不怪你 怪我 我我后悔当初让你 娶了那个大学生 英雄难过美人观嘛 不过从今儿起啊 打起精神 拿得起放得下 站长 你放心 郑仙知道该怎么做 为郑仙 从今天起 教育局豁大成 消失了 你说 程丽雪这个人 和你和刘芳 没有任何关系 看 刘芳 我们都是党国培养的 我们的心只属于 党国和领袖 现在啊 不是那样的事了 等苏盈好了之后 还是送她去医院吧 至于修琴的事情 回头再想办法 请先放一边吧 我怕这姑娘扛不住了 明天先送去医院 如果不见好转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呀 说病 旧的时候医疗条件差 病人垂胃的时候 如果医生治不了 只能用最后一个办法 请来年高得少的保学之士 去跟病人谈心 做些开导和梳理 经常能见到奇效 那咱们这儿 谁会说病啊 施先生 也不是什么说病 就是舍得这个老脸 动拉稀着的 给病人们放松一下 至于说病能不能治好 这个要肯定数了 你得的是新病 只要你的新症去了 你的病就好了 这是我一点心得 小肯定数了 你得知疗那个 这事 你得讨论 那病啊 也不得了 那他们也不觉得 你家人 你家人 或者他们家人 家人 也在跟自己斗 开始的时候 病人不信 病人的家属也不信 我也不信 你说有意思吗 这么多年了 我稀了糊涂地 说好了六个病人 你的病如果也好了 我就功德圆满了 二丫头 你的病好了吗 我好了 先生 真好了吗 好了 那你可要谢谢我 你说吧 你要什么 晚点儿给二丫头的送去 明天吧 今天不是得不到吗 今天不是得不到吗 二丫头 你要好好活着 好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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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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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颖真快不行了 你是不是先给他看一看 我记得吗 我���folいました 他会有区忙吗 他都想要不停 我做事 我做事 你都做事 我做事 我做事 你做事 我做事 我 我 我 先生睡着了 我得谢谢你 你 你怎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愿是个可怜的丫头 让她陪着丽学姐吧 哥哥 不要为我惋惜 人生在世 如白居过细 忽然而已 钢铁尚不能长久 何况你我 不要发丧 不要立碑 就当我没来过一样 好吗 谢谢你 素颖 大嫂 不能走啊 大嫂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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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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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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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行吗 一定要走吗 一定要走 我说 mini 心愿是吗 我主事要想不理你 我主事的拥有数 我主事要想不认为你 是吧 whose发的拥有数 你 你想看他 社会把自己的拥有数 他 为了拥有数 我这是他人 给你 weten 有点麻烦 我不在你身边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注意身体 蓝玉黑王 替我照顾好你大哥 一定要注意安全 大嫂 嫂子 你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 陈灵儿 难道 我 我 陈灵 Zither Harp 陈老师 大哥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谁都不见 你快点看看 会上这样的话人受不了 是因为宿敏小姐的事吗 我们也不凶手 大哥的想法我们谁都不求 那我试着劝劝他吧 好 何先生 能进来吗 何先生 你这样不吃不喝可不行啊 我今天正好没课 我就来看看你 在家里面 我这是 切临 侯分 好 何先生 来 擦把脸吧 你的兄弟都挺担心你的 让我来劝你 可我觉得你这个样子不用劝 对不对 来 擦把脸 好 何先生 我先走了 齐立马扎罗是一座海拔 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 常年积雪的高山 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 西高峰 叫马赛人的 赫阿琪 赫阿依 及上帝的庙殿 在西高峰的近旁 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 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 没有人做过解释 是否则是否则是否则是一座山 是否则是一座山区的一座山区 这座山区的山区 有一个山区的山区 有清烈的水 附近有一个 好 何先生 我又来了 你看看大伯的水 你兄弟说你最喜欢吃 你姐姐做的炒鸡蛋 你看看 所以对不对 你尝尝看吧 看我做的对不对 你尝尝看吧 看我做的对不对 看我做的对不对 我杜真想我做的对不对 你尝尝看我做的对不对 我做的对不对 你尝尝看我来看你 像我死是你 像我一样吗 ti 嗯 嗯 来 擦擦吧 擦擦吧 你们擦 我给你擦了啊 好 起来 擦擦脸 擦擦头 看看 是不是挺舒服的 行 这还有个样子 上去 手上去 安森的女明书问那个老头 山上是不是雪 老头望着窗外说 不 那不是雪 这会儿还不到下雪的时候 我给你讲一下我的故事吧 我十五岁那一年 我的父亲就去世 等我赶回家里的时候 亲戚们围坐一团 束手不策 妈妈和妹妹 我都快撑不下去 我二爷爷告诉我 丽雪 你是长母 谁哭你都不能管 你要撑下去 那一刻 不然明白 有的人 是必须得坚强的 再苦再难 他都得撑住 可先生 你 就是风雷震的 凌两种 这里的许多人的未来 和希望 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如果你不吃不喝 就等于风雷震不吃不好 如果你麻木不忍 就等于你的兄弟姐妹的忙 你 你是没有资格这么做的 真烦 你说话了 你好烦哪 出去 快出去 以后你离我远点 谁让你天天给我念这些烂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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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一会儿离我远点出去 出去 出去 别来啊 你来了 副董 副董 你好了 成里选呢 那我咋知道 你要干什么 我来找你啊 有两件事情 第一呢 王三春前不久 在西安西华门外 被执行强绝了 这次胡宗谈可风光了一把 报纸上说呢 蒋外园长原来的意思 是想把他押解到重庆 看来蒋外园长真想见他 后来监察院院长余游刃 就怕中间有什么变故 立主舰就地枪决 这件事也算有个了结了 还有就是啊 咱们现在的手工业基础太弱 你想咱们这么大一个镇 降户区区才二十人 就弱了 什么 出去 我干什么去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那我到底干什么去啊 出去 还是没有好 哥 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饭菜 你尝尝 对了 妞妞来信了 说徐东德在大学里面 学习特别地棒 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妞妞还说了 她学习很苦很累 想家了 想回来 她有什么资格回来 就这一件事她都干不好吗 不许回来 哥 我骗你呢 我就是想让你说话 妞妞想家了 但是没说要回来 是 你不是说我 看 这是我亲手做的 这是我亲手做的 您尝尝 可香了 臭红红了 看着就像土 哥 卖相不好 但是味道特别好 你尝尝 风雷震的事情我不想管了 那谁管 你们管 那怎么能行 出去 我干什么去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那我到底干什么去 出去 真美好 哥 他们说你美好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我想你 看你一直没好 我心里挺难过的 我挺心疼你的哥 你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啊 哥 他们说你喜欢一本书 我 我给你念念啊 启力马扎罗的雪 启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 这么高 十一英寸的常年积雪的高山 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峰 叫马赛人俄 俄吉 哥 这两个字念 念什么呀 出去 哥 我还没念完 你再 再让我念 念下去啊 出去 那 那我 我干什么去啊 该干什么 干什么去 那我到底干什么去啊 出去 确实还没好啊 雷洞 这算是一座山峰 那你处 belli了 这算是一座山峰 这个是一座山峰 我们到底哪有什么事 真是一座山峰 除了特别人急 这算是一座山峰 再说一座山峰 为什么 人程老师是好意 洗洗干净 为什么要跟我洗头 我不都说了吗 哥 你都臭了 为什么要跟我洗头 为什么 人程老师是好意 洗洗干净 我是问你们 为什么 你们两个协助他给我洗了一次头以后 就再也没有给我洗 为什么就没有给我洗 成了血呢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三一 好厉害呀 这么多 加油啊 加油 加油啊 好厉害啊 这么厉害啊 真厉害啊 一百六十六下 破了我们学校的最高纪录 快鼓掌 这就是最高纪录啊 真厉害啊 传出去都让人笑话 这是夫人中学的水平吗 你行吗 内容 哇 他跳了两个 开玩笑啊 太开玩笑了 好 好 好 我当年的记录 二百一十三个 二百一十三个 我要是有你这么大 我也能跳 我就是比你小的时候 跳出二百一十三个 好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体育课就结束了 大家解散吧 好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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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那有话我说回 什么话呀 一百二十四天前 在我的房间里 我发火 我说让你离我远的 这话我说得不好 我收回 好 我知道了 还有事吗 我想你了 我想你了 我想让你给我洗头 请你自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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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怎么样 三位老师 你们在这干嘛呢 小长 正找您呢 那个 上面通知 何司令今天要来视察工作 校长 您看我这身衣服行吗 可以吗 对了 校长 我们先去接 然后再让学生整队迎接 请 你看何司令来了 来了 司令好 司令好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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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您念一下 风雷阵阵阵长何府堂先生 民团司令何府堂先生 府人中学名义校长何府堂先生 三人 竟慎重考虑 联名推举何府堂先生到府人中学旁听 这不就是一个人吗 三个处要重视 陈校长 这是上面的决定 何府堂先生 今天就可以上课了 您先忙 三位老师 带我去教务处看看 好 谢谢 好 请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两座大山 何先生您等一下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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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坐那儿吧 好 你出来一下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 接着讲 这两座大山呢 叫做王乌和太行 这两座大山你知道有多大吗 有方圆七百里 高七八万尺 你爬一下 别挡住我 本来在冀州的南边 黄河北岸的北边 北山呢 有一位叫渔冰的人 年纪将近有九十岁 他们家面对着山局住 他 他苦于交通 被这两座大山捕塞了 于是就集合全家 说要把这两座山子搬走 经过他们家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最终 终于感动了上苍 帮他们一起把大山都搬走了 这故事就告诉我们 只要团结 就有可能产出一切的障碍 团结一致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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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一会儿看他怎么办 来 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 同学们上课 一起翻到第三十八页 题目是 长大的感觉真好 好的 同学们 下课 起立 同学们再见 老师干什么 好 好 不看